大比大家庭关怀协会走入天乡 从部落儿童照顾青少年陪伴到部落发展等方向 都是他们的服务项目 8月1号下午 大比大更是在秀林乡和平村 和中锅子教室前广场 举办第四届十道菜 十个家庭故事的少年当家伴桌活动 邀请到部落十位少年一起下厨 让野热的暑假也可以变得生动有趣 部落青年卷起袖子做起菜来 各个都表现得有模有样相当厉害 这么费尽苦心就是希望可以把心中的好味道 跟大家一同分享 我看暑假这么热嘛 想要大家小暑嘛 然后爱运是 对身体比较好的一种 这是大比大家庭关怀协会8月1号下午 在秀林乡和平村 和中锅子教室前广场 举办的第四届十道菜十个家庭故事 少年当家伴桌活动 邀请部落十位少年一起下厨 让炎热的暑假也可以变得生动有趣 邀请了我们的十位儿童跟少年 还有他们的家长一起来 办十桌的菜 十桌 总共桌子上有100盎的菜 的佳肴 主要是希望可以让我们的儿童少年 有一个展现的舞台 这个舞台他们非常需要 因为他们需要受到肯定 我们的菜大概有鱼 有牛肉 有咖喱鸡 还有就是很简单 就是想念妈妈的味道 所以我们吃的是感情 不是吃的 除了设想外还有情感 然后我们希望今天我们的活动 大家都能吃得很开心 煮好的饭菜 大家吃得津津有味 谈起一道菜 少年们更是异口同声的说出 只要是家人煮的就是好吃 串起人与人和家庭的生活 让吃的每一口不只是美食 更是共好的生活愿景 大笔大家庭 冠牌协会 每年借由少年伴桌过程 来凝聚青少年 一方面带给部落少年们展现的舞台 一方面挖掘部落生活的美好 深入每个家庭 往共好的方向来前进 借许丽琪秀典箱报导 给2005年金属许箱报导